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新的ES8和老的ES8的照片并排一放 你就能比出他们的区别了 然后包括这个车身水泥灰的配色 比起老款的ES8呢 也会稍微的浅了一些些 对 不放一块你是很难看出来的 然后这台车呢 我是选了一个20寸的轮毂 之前我那个是19寸的 确实有一点从视觉效果上看不太好看 所以这次选了个20寸 但理论上我的这个签名板呢 是可以标配21寸的 但是我对于电动车真的是没有那种什么态性能啊 这那的那种视觉效果的一个诉求 所以我最终就选了一个20寸 但是我看到官方的一些数据也有提到说 就是这个车的避震器 它是对于舒适性有一定的优化的 所以那像现在我装回20寸的这么一个轮毂 开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 比如说变颠了呀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就是它的这个充电接口 就像ES6那样变成这种电动开启的了 动作会稍微的优雅一点 我觉得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说特别开心 特别刚需啊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充电对于电动车来说是一个非常高频次的事 那你每天都要去打开这个充电接口 如果你每次都是手动开两个盖的话 那就会非常的麻烦 它不想加油 你的这个时间间隔可以很长 而这个是每天都要开 所以它如果能是一个这种电动比较优雅的开启方式的话 就会非常刚需了 对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理解这个事啊 但反正我对它是非常有需求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刹车系统 我看到有数据也是有提升的 比如说它的活塞的直径会稍微的有一些加大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iBoost的系统 现在也是最新的一个2.0的一套iBoost的这个电动刹车助力系统 这个都是对于它整体性能的一个算是提升吧 然后车身侧面像这些镀铬条小的改变 车尾 高位刹车灯 尾灯 这些小的地方有一些些的改变 然后比较明显的车尾就是这儿 ES8下面多了一个这个算粉色算橘色这样的一个条来标明一下它的身份 除此之外 外观上的变化基本上也就这么多了 然后后卫箱呢 哈哈 不好意思 这里边有点实在太生活了啊 你可以选择性无视 里面空间是有一定优化的 的确 因为我在铺这个垫的时候 我发现是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 因为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盒位了 就这个店 但是在老ES8上是百分之百盒位的 然后第二排的座椅呢 你可以看到这次呢 我是买了一个六座版 我之前的是一个七座版 我曾经在开七座版ES8的时候 我就会说哎 我车里可能坐五个人的机会会比较多 那么七座会不会更加的方便 但这次我是带着有一些尝试的因素去买了这个六座版 那么用到现在为止 包括我的同事在内也都表达 哇 六座版真香 因为确实六座版的第二排会更加的舒服 而且在验车的这个周期上 六座版也会更长 就是在第一个验车周期 这个车第一次好像要隔六年再去验车就ok了 那确实还是挺方便的 ok 这基本上是外观的一个变化啊 再来看一下 内饰 内饰呢 同样这个配色 我真是这个审美很单一很专一哈 依然是选了这个米色 因为我确实想不出哪个内饰比它更漂亮了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主要的变化呢 就是发行盘 它的这个布局稍微有一些变化 变得更加的简约了 然后变成一个两幅的 然后还有就是在NeoPilot按键这块区域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简化 所以操作上你可能需要适应一下 就是老的ES8车主 那么当时我买过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哎 怎么按这个NeoPilot按键 结果打开的只是ACC啊 其实它其实它是需要按住3秒25秒稍微保持一下 然后它才会去切换到是ACC 还是说这个NeoPilot的一个开关 这个你需要去适应一下 这个逻辑呢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一下ES6的操作的逻辑 然后再往呢 就是显示屏 仪表的这个显示屏 还有中控的这个显示屏 比起之前的老款的ES8 它的这个屏占比都会变得更大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Nomi Nomi这个小脑袋 它的这个电机在工作的时候 哎 声音比起老的ES8 声音也会更小 而且它有一个巨大进步是什么呢 就是它当去识别我的一些语音命令的时候 我可以一下跟它说两条 它一下就能都帮我做到 我来试一下啊 帮我把座椅加热打开 然后再把方向盘加热打开 正在打开方向盘加热 正在打开主架座椅加热 很快就能摆受舒适的温暖了 对 你看这种一下它就能很人性化的去识标两条命令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进步 然后现在我把它关掉 把方向盘加热关掉 把座椅加热也关掉 马上为你关闭方向盘加热 正在关闭主架座椅加热 对 这种一下能识别我两条命令 那我觉得这个反正从感受上会更好吧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表面上的一些变化啊 然后在动力系统上 它其实我认为这个新ES8比起老ES8是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的 老的ES8是前后两台感应电机 然后确实性能非常的强 0到100公里每小时可以做到4.7秒 而这个新的ES8它把前面的感应电机换成了一个永思同步电机 而且换了一个更好的隔音的一个杖 是经过据说重新设计的 那么我开起来的效果就是说 在行驶过程当中前面电机的噪音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几乎是听不到的 这个我认为是对于整个这台车的驾驶质感一个巨大的提升 这是我反复反复强调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而实际的加速能力呢是确实慢了一点 是变成了4.9秒 然后从我的主观感受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其实我在开这个车的时候 就这台车我总是把它放在7.2秒的这个模式上来驾驶 因为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反应 所以它的加速成绩我也不是说那么的在意了 而且我对电动车它的性能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实际上这台车不差啊 你想如果是运动模式已经能做到4.9秒了 而且它的整个这套动力输出是最大是400千瓦 然后最大扭矩可以做到725米 瘦得了吗 真的是非常猛的一个车 而且这一套动力总成的更新带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就是让它的续航里程可以变得更长了 那么像这台车如果我用续航模式 就是长续航模式满电充个百分之百的话 它可以做到415公里一个表显的续航 那实际上开个三百几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事我已经实测过了 就是我从我家去到那个北京的豪宁赛车场 那一天我就这么来回再去这儿去那儿就得开200多公里 但回来的时候我车还有大概一百七十公里的一个续航 你收了吗 所以这个续航问题在新的这个ES8上 我觉得就这七十千瓦时其实也已经还OK了 然后我在日常模式也就是充到百分之九十的这个模式 每天出门的时候充到百分之九十 它是显示三百七十公里的一个续航 也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自己的这个场景下一个日常的使用了 然后后期呢它会有一百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那么它那个电池在充满的情况下 我看数据是可以表显的续航到达五百八十公里 那如果实际续航能够达到五百公里的话 那你还会有里程焦虑吗 当然我猜了如果你没有充电条件的话 是吧你不能每天都满电出门的话 那就单说了 对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一个改变 这个是要给一个大大的赞的 其他方面呢就是一些细节了 像车顶的这个整个的奥肯塔拉呀 然后天窗它控制按键区域 它会有一个新的设计 包括有钢心镜面 然后按键的一个统一呀等等等等 然后在这儿无线充电 虽然我也不怎么用这个区域吧 但它确实也有进步 就是它以前是五瓦的一个无线充电 现在变成了十瓦 然后这个车钥匙呢 现在它会支持一个那个卡片钥匙 但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那卡片钥匙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交到我手里 交到了到时候 我会跟大家发微博来显明一下啊 不过好处就是 机械钥匙依然给了我两把 这你收了嘛 算占了一个小便宜 其他方面这个前排就 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了 然后它在很多这种舒适化的配置上 也有改变 我看一下那个列表啊 太细致了 有差不多一百多项 什么这种音箱杖 变成这种金属网格 然后这个门把手变成镀铬 还有这些空调充风口变成镀铬 然后包括这个全新的ES8 也带有下面的这个叫做相分系统 等等等等 而且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插两个这个相分的罐 然后在这来选 你想闻哪一个相分的味道 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细致的舒适性配置上的 优化也有很多 然后包括副驾的前面奖上的那块板 以前是一键奔抬下来 然后你要想收回去得拿手收 那么现在呢 包括这个脚托 包括那个板也都是有优化 然后也变成了这种全电动控制的一个方式吧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上的进步 然后前排 刚才我这么一低头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之前想想说 后来差点给忘了 就是这行车记录仪 所以如果这个ES8再未来再推出新车的话 或者说未来这个品牌再推出新车的话 能不能在这儿给咱增加一个USB接口啊 你看现在我装这行车记录仪 还是得绕线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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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一直绕到下面 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给它调出来的一个瑕疵了 真的 反正前排基本上这个车所有的进步都是一个大大的赞 OK那咱们再去到后排 看看我这六座的新ES8 第二排的这个两个座椅表现大样 现在我的这个座椅是应该调整到一个最靠后最舒服的这么一个姿势 腿的空间你就这么看吧 真的挺舒服的 有点小MPV那份 只不过它的这个垂直的纵向空间没有MPV那么高而已 然后后排呢都说了空调啊什么的这那的 还有像这个位置出风口 这都是之前我记得也具备 然后在这他说是这俩钩子是额外加的 我其实没什么印象 因为我在往那车上也没有怎么坐在后排 但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它后排的这个六座的布局的一个舒适性 还有座椅的舒适性 我觉得比起之前我的这个七座版 是要有进步的 然后这个把手可以这样来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的杯子架怎么样 是不是挺方便的 然后特别人性化 就是它在除了这个位置有USB的这个接口之外 它在这还单独布置了一个USB 看到了吗 就是你可以很很方便的把手机放在这儿 然后这儿一个USB线再给它充电 我觉得这设计的实在是太太懂我了 真的是太懂我了 然后现在这个姿势呢 是第二排座椅调整到最靠后 也就是最舒服的一个坐姿 我稍微的往前调一点 然后再感受一下第三排 因为其实我发现这个六座版的ES8 就是当如果你第三排也坐上人的话 那由于中间这儿是一个很通畅的一个过道 所以你甚至可以这样来跟第三排去有一些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六座版特别方便的一点 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姿势 哎呀不好意思 我这脚底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合位 我觉得这个位置得调后一点 这个位置吧 这个腿部空间大概一拳 那么我去看一下第三排的腿部空间怎么样 我现在钻进这个第三排了 第三排现在就按我第二排坐着 还算有一拳腿部空间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姿势 第三排 你看一下就是刚好腿 如果我这样靠背靠的稍微紧一点的话 腿还能有那么个两指的空间 如果我稍微出溜一点 北京摊一点的话 那腿就刚好顶到第二排座椅的一个靠背了 这样的一个姿势 而且这个靠背其实我调的还是稍微的有一点往后仰 总之 这第三排其实 短途坐一坐还是OK的 然后如果长途的话 可能坐一个人就比较完美 但这样一个姿势就不会觉得太累 也不会觉得太挤了 然后如果你必须让我挑点问题的话 那好 我认为这个如果把第二排的座椅的这个靠背 就这个位置 坐成软面的话 让我腿可以比较舒服的顶在上面的话 那就更加的完美了 对 这第三排其实也还OK了 因为毕竟这个车呢 也是五米多的一个车长了 然后从第三排再回到第二排 因为有中间的这个区域 所以也就非常方便了 反正总之这台车我现在这么开了也1000公里了 我觉得不错 真心不错 就是在驾驶质感上是明显的比起之前老款的ES8有提升 然后还有就是像它的这个车机系统啊 也会变得更加的智能等等等等 然后哪都挺好 因为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特斯拉消费降级用户来买这个蔚来 他给我的感受真的就是花了像当年我那特斯拉也就一半 甚至一半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那么买到了一个比他会更好的感受的那一台车 所以我认为这个ES8是挺值的一台国产的电动车 其实我觉得现在ES8比较尴尬的就是因为它的价位啊 一台国产车啊 你敢卖四五十五六十万 很多人可能不太能接受 但是当你去感受过它之后 可能你会改变你的看法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反复都强调的那个观点 如果你没有一个充电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能真的并不能去享受到一个电动车 给你带来的这种很高的一个便捷性和舒适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使用场景的问题 OK了 那这次的小包杠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聊 然后具体关于这个新ES8那一百多项的改变 那您自己去查一下文档就OK聊 拜拜